今日的AT各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華潤電力836 選擇原因是今年頭兩個月 全社會用電量增加11% 期內發電量增長8.8% 社會用電量的增速持續高過發電量 反映需求增長較供應大 根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的估計 2024年全社會用電量增長大約6% 電力股可以留意大部分電廠 集中在需求旺盛地區的華潤電力 華潤電力電廠主要位於華南、華東、華中 這三個地區 電力需求增長高於全國平均 第一上海說到華潤電力電廠 大部分集中在電力需求旺盛地區 預料盈利能力仍能領先行業 彭博綜合宣商預測 華潤電力今年盈利增長33% 預測股息率6.1厘 2025年盈利增長16% 預測股息率7.1厘 走勢上華潤電力近日的股價 充高到19.78元 創2022年2月以來高位後有回調 以及收報19.38元 策略上建議撲低吸納 華潤電力2024年預測股息率6.1厘 如果息率要見6.5厘 股價要下市大約是18元 如果息率要見7厘 樓上股價或者要下市到16.8元 大罕給予他們的平均目標價是21.7元 電力2022年 3月18億 電力2022年3月18日 不選擇電力2022年3月